有關保就業計劃的落實 真是刻不容緩 由於4月份我們進入了社交距離最嚴峻的那段時間 所以對於各韓國業的影響更加大 財政司司長也表示 4月份的失業率的數字會大幅度上升 換句話說 今日下午公佈的季度失業率也會上升 情況是會惡化的 所以在這個時候 是希望這個保就業計劃可以發揮到它的功能 防止香港的失業情況進一步惡化 特別是一些重創的行業 例如是和消費及旅遊相關的行業 包括飲食、零售、酒店業等 另一點我想說 我時常都強調這個保就業計劃是及時雨 所以它必須要簡單去申請 發放的款項也要很快速 我會想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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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會想說 我會想說 我會想說 這一程 我會想說